为什么现在有些年轻人觉得工作不是幸福是痛苦 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在567的那个年代 其实大多数人的差距不是那么大的 生下来家里的条件也差不多 慢慢成长起来条件也差不多 真正的分化是从90后开始分化 有些人天生投胎投的好 就投在罗马 有些人一生就奋斗在去罗马的路上 那些需要奋斗的90后心态就完全扭曲了 他就会觉得我去你的 我本来是跟你同学的嘛 我们两个还是闺蜜 发小嘛 那凭什么大学毕业以后 你可以在家里头待三年 或者是你在家族企业里头 做三年的基础工 什么从车间开始干起啊 从搬运工开始干起 从门卫开始干起 你依然很开心 为什么 你虽然拿到门卫三千块钱的工资 可是你老婆老婆每个月还可能补你三万嘛 我没有这种日子的人 我看到旁边我就觉得 哇好 我累得跟狗一样 我骑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我还过不上他三分之一的生活 他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苦 就很多情绪不能自我管理 很多情绪管理不到位的人 他就形容一个恶性循环 那怎么去管理呢 第一个就自我管理啊 个人都有个人的福了 那个就不是你的福了 人间清醒嘛 认真现实嘛 第二个自我阿Q了 投胎不是我的专长 下一步的人生才是我的专长 第三个成功不是靠自己 成功是靠别人 所以我经常讲 你需要结交三种人 这三种人是可以带你出道的 第一个就是 你要想办法认识行业领袖 第二个就是 你要去教忘年教 就比你大二十三十 甚至四十岁的人 因为他会给你很多人生的智慧嘛 第三个就是 你要去认识一些高认知的人 他会给你很好的建议 就是你自己不能把自己拔出来 就用这三种人把你拔出来 否则你怎么活 最后我想告诉所有的年轻人 抱怨是没用的 埋怨更加悲哀 不如坐下来安安静静地想一想 我该如何存在 一手烂牌如何去打好 人生有很多这种内息的案例 向成功者学习 向持续成功者学习 你还会有未来 一个人想改变命运 提升自己的运气 最好的方法你知道是什么的 不是抱怨 也不是自己去读书 也不是自己去修炼 也不是自己去反省 而是找到你生活中 运气好的人 天天跟他在一起 你就能改运